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睛就是眼睛出毛病了 自称失明了 就是眼睛看不见了 敬仰他的同学呢 纷纷的前去看望他 教授问 你是谁呀 亚中眼睛看不见 毕业后你想干什么 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你未来想干什么 谁知道 在毕业前老教授的眼睛好了 老教授说 在我双目即将失明的时候 我意志消沉 同学们看我 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我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 那么就是我们谈话的录音 因为在今后 你们的人生旅途当中 失意迷茫的时候 不知所措的时候 你们听听你们的录音啊 因为当时有很多学生就跟教授说 我大了 我一定要怎么样 教授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争取 我一定怎么样 但是人随着时间 随着社会 随着事件的变化 慢慢都会失去和自己真正的勇气 和自己真正的很多的东西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学佛人也是这样 开始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我一定好好修 我要一世修成 我要到天上去 没几天 天道没上去了 经也不念了 所以学佛人当一段时间后 失去对学佛的信心的时候 就要常常的回忆自己 常常回忆自己 我们的初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